雨季又来了 相信很多蛋男孩跟我一样啊喜欢开特斯拉汤水玩 但Model Y有一点是汤水是后备箱特别容易进水 今天我就教你们怎么样特斯拉的后备箱永远不会进水啊 首先就是把两个盖拿去啊就不展示了然后怎么踩这个后备箱上这个毛子 先把这个塑料先把这个揪出来 这个就往一拽就行了啊很简单回去回头咱能安回去 然后把这塑料壳全是卡扣 用来抠就行 往上抠啊 好拿掉 然后这边全是这种卡扣 有工具可以用工具 哎呀没拿工具是 顺便拿着不知道 全这种卡扣 这不用 然后是拆这边侧面也是往上拔 拔 这个拿掉 这边一二拔 拔拿掉 然后还是有这个卡扣啊 卡扣 然后是这边里面是毛毡 他这个是粘盒的 这个拿掉整个这个就可以拿出来了 你看下边就是进水都是从这边远进来的 你需要用螺丝刀啊不是用套筒把这些全拆掉 把这几个全拆掉 然后把这个拿出来 在这四周打玻璃胶 再把这个塑料盒子再按回去 让这个四周这个玻璃胶跟这个塑料盒完完整整的粘好 这样的话这个车就不会漏水了 把这个东西撞下来之后往往底下这块打玻璃胶是吧 对这个边缘就是沿着这个沿打一圈玻璃胶就可以 你需要有专业的工具把这个全拆了 再强调一下这个是把这个塑料要拆下来啊 把这几个螺丝全要拧下来 需要有专业的工具 把它拆下来以后把这塑料盒子抬起来 然后在这边缘一圈打上玻璃胶 然后把这个黑盒再扣回去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胶全压上了 把这一圈都沾好 不能有流流漏点啊 你要有点的话还是会进水 这些全沾好了以后 然后三天玻璃胶凝雾要三天啊 这三天不能沾水 不能汤水 等这个玻璃胶彻底凝雾以后 这个后备箱你在汤水的时候就不会往里进水了